从车轿车通过土石瞬间从山壁上大面积崩落 轿车睁开被吞噬 从车灯的位置可以看到轿车被碾压掩埋 这个石头掉下来真的很大 精神画面曝光 车辆通过苗62线的瞬间 山壁同时间向下滑动 土石崩落震重轿车 土石流真的很大颗的石头 大小石块重压在轿车上 车顶倾斜板筋也就变形 驾驶是乡公所的清洁人员 上班途中碰上落石 虽然自行脱困但头部被砸伤 整个车顶有压到头 所以他头有会痛 苗栗山区路段落石探方意外不断 苗62-1线也有游客的车被落石击中 挡风玻璃破了大洞 雨霜也变形连方向盘都脱锤 车子内外一片狼藉 遭落石刹上所属地导致仪式固测 我们的累计雨量已经到达400mm了 台中和平的雪山路边波落石 大面积的滑落路面中断 目前还有十多位游客滞留在大雪山的游乐区 等待单向强通后再自行下山 这场三单景城台中苗栗采访报道